我真的大大大推 那咬其實也沒有關係 但最害怕的就是他們把地墊咬爆 Hi 大家好 我是葉比媽媽 這個是葉比 好了 我要放他下去玩了 防疫期間大家都在家裡幹嘛呢 當然就是要下單買玩具給兔兔玩囉 那自從養了兔兔之後呢 價值觀值的大崩壞 買自己的東西呢就是想半天考慮很久 可是買兔兔的東西呢 就是我買 我刷 全部都給我 那今天的這部影片呢 就是整理了過去一整年來 我們所入坑的各種玩具 完全沒有業配 優點跟缺點都誠實的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那我要介紹的第一個玩具是隧道 隧道真的是超級基本款的玩具 只要是來到我們家的兔子 幾乎沒有兔子 是不磚隧道的 那如果家裡的空間夠的話 我還蠻推薦就是買一個 隧道給兔兔玩的 畢竟兔兔的天性他就喜歡探索 那我所買的這一家設計上有兩個優點 第一個優點呢就是 他是藍色跟綠色的外觀 那其實這件事情跟兔兔的視力是有關係的 因為兔兔的變色系統只有藍色跟綠色 比如說我們看到照片是長這樣 當然兔兔眼裡的照片就會長這樣 那我不知道這是不是 我們家兔子會比較感興趣的原因之一 第二個好處呢 就是平常不用的時候 他是可以折疊收納起來的 那其實這個優點對我還好 因為我本來就是懶得開開嗦嗦的人 所以這個隧道基本上在我家都是 攤著就是給他們玩這樣子 好那缺點的部分呢 其他人給的評價上面也有寫 他在收到的時候會有些許的線頭 那如果你擔心兔兔會去咬線頭的話 建議你就是用剪刀稍微的修剪 可是我覺得這件事情沒有很影響到他平常的使用 第二個玩具是球 其實球的部分呢 是我當初看葉比他在協會的時候就 還蠻喜歡玩球的 那我就買回來試試水溫 結果沒想到一試成足固 就是他現在每天就是不騎一下 感覺他全身就不對勁 那其實葉比他已經是一個公公了 就他已經結紮了 但兔兔他只要結紮前有學會這個騎成行為的話 這個習慣可能就會跟著他一輩子 看看會不會隨著時間慢慢淡忘 那這顆球呢 那我覺得是價格非常便宜 然後使用性高 畢竟比比就是每天都在騎 但如果你們家的兔兔他沒有這個騎成的習慣的話 那我就不確定他到底適不適合 那缺點的部分呢就是 因為兔兔在騎成行為的時候 其實會咬住他正在騎成的那個對象 就是一種叫你乖乖給我不要動的意思 所以那顆球他就被咬得坑坑洞洞 久了之後就會擔心他會不會去吃到那個爆出來的棉花 所以每隔一段時間就需要汰換 所以也算是一個消耗品 那第三個部分呢就是木座 那木座其實在兔兔玩具裡面價格算是比較貴的 因為兔兔他的天性就是喜歡坑藥 所以填在玩的這個木座也不能有化學成分 然後也不可以上漆的 如果他的材質是石木是最好的 那石木就是代表什麼呢 代表就是鬼 這家呢他在我印象中價格是稍微清明一點點 我自己是先幫葉比買了一個小隧道 然後再跟兔友去買了二手的三層屋組合 因為寵物兔呢他們在分類上他們屬於穴兔 那天性就是喜歡躲在洞穴裡面 所以你就會看到你們家兔兔很喜歡躲在家具 像是沙發或桌子的底下這種有遮擋的地方 那這是他們獲得安全感的方式之一 我覺得買入一個小隧道 其實未必是要讓他們跳上跳下 但是是讓他們有一個可以躲藏的地方 那這邊想要提醒大家就是千萬不要買毛跳胎 就是給兔子玩 因為他們雖然的確擅長跳高沒錯 可是其實跳下來對他們膝蓋是蠻傷的 如果他們從太高的地方跳下來的話 也有可能會造成骨折 那骨折就很麻煩 這家在設計上呢他的優點就是他可以客製化 然後當初跟賣家在討論的時候 就是也都很順暢 我自己組裝也覺得很簡單 那無論是我自己買的 或者是跟兔友買的二手貨 使用到現在都沒有發霉的問題 缺點的部分呢 這個部分其實我不太確定 我覺得有可能是因為熱脹冷素的關係 也有可能是兔兔就是對角落 有挖土的那個動作 所以導致他有時候會鬆脫 第四個呢就是好盲電 我真的大大大推 如果你有養兔子你就知道 兔兔真的真的很喜歡抓咬地墊 那咬其實也沒有關係 但最害怕的就是他們把地墊咬爆 然後吃到那個棉花 就會造成腸胃堵塞啊 尤其我又是用圍蘭飼養 這件事情真的讓我在養兔子的初期超級焦慮 後來呢我就在網路上找到這個好物 他就跟他的名字好盲電一樣 就是兔子用了真的會很忙 他的優點呢就是他是麻編的天然材質 所以兔兔吃下肚其實也沒有關係 而且我觀察他們好像就是真的還滿喜歡吃的 那你可以蓋在就是兔兔喜歡抓咬的地方去做替代 而且他跟我剛剛講的木座的小隧道 根本就是絕配 就是他完全複製的穴兔 愛躲在洞裡面 愛挖土的那個吸性 如果兔兔不小心尿在上面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剪刀把它尿過去快剪下來 或者是拿去曬曬太陽 這樣子就可以了 缺點的部分就是他真的是消耗頻 就是每個幾個月你就要換一次 而且他又會被兔兔抓成一團一團 有時候視覺上看起來你就會覺得很不順眼 就是你容易看起來覺得很亂的樣子 但我還是很謝謝他 就是解救了我去煩惱 就兔兔愛抓咬地墊這件事 那第五個呢就是 啃咬玩具 那這部分呢我想要分成三大類來講 那第一個呢就是草窩或草墊 我覺得CP值是算滿低的 就是雖然他不太貴 可是他的分飾速度大概五分鐘吧 那草窩的命運也是一模一樣 就是我們家的兔子 從來就沒有在裡面呆好呆滿過 全部都是把他當作食物來啃 然後一下就拆光光了 那第二個部分呢就是木製的啃咬玩具 我們家有一個 他是我的生日禮物 為什麼我生日結果收到禮物的卻是 也比呢 蛤 這個部分呢是我朋友在寵物店購入的 所以其實我也不太想了解 大概是多少錢 不過這個東西他在我們家的下場非常的可憐 就是都沒有人對他感興趣 那真正的原因可能要問他們才知道 那第三個呢就是啃咬樹枝 像是蘋果小樹枝啊 然後甜竹啊 這種他們可以啃咬的零食類的東西 因為甜甜的 所以他們去啃咬的意願也滿高的 是滿能夠打發時間的 不過他就也是算是消耗品 所以終有一天他就是會消耗款 所以你就要再買 那綜合以上的感想呢 就是要看兔兔的個性去挑選 適合他們的玩具 如果他是好動型的兔兔呢 那可能就適合隧道啊 木座啊或者是好盲店 那如果他是懶贊型的兔兔啊 那你可能就適合買一個木座小隧道 讓他們有一個安心的躲藏角落 那如果是嘴仰型的小兔兔呢 可以安排好盲店 或者是啃咬的玩具 都還滿適合的 那今天所提到的這些玩具呢 都是針對我們家自家兔兔的經驗去做分享 那大家還是要看自己的兔兔個性適不適合 那如果大家有想要推坑我的玩具呢 也非常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就一起敗家吧 謝謝大家的收看 也歡迎大家分享留言訂閱喔 記得耶大家is支援 我們請訂閱! 中文字幕——YK